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因为我个人的那个Memberia 龙石还没收到的关系 就先来打一打这个新的Retrozone吧 最凶一组片啦 首先是从第一关Freezer开始啦 总共有五回战 最后是技术嘛 既然是打Freezer的话 当然就想要让那美悟空出手啦 所以组了一个 孙悟空细谱这样子 然后再配上这个至少在印度方面是绝对有保障的吧 然后当然就是保险几件带着Wiz啦 不管怎样讲都是新难关啦 给点尊重 好好好 就以这样子的队伍 行きます 尝试一下啦 打打看 希望不要太难啊 这个五回战 这个顺位没有太漂亮呢 不过至少我的乌饭菜这一边是可以发挥了吧 嗯嗯 然后这边 因为打Freezer的关系 我也把这一张悟空给带出来了 哈哈 哈 唉�... 6颗足 最后 得到毕撒 虽然说没办法二连机 不过 librarians 因为安全的吧 防抑力也不算太低 哈 骂骂骂,就先来 喔 竟然我先攻畢賽也要被 不過克蘇加減傷 4萬5 OK OK 在這方面不會到有太高的那個輸出力度 扛得過扛得過 喔 連擊 Nice 因為是5回戰的關係 那麼威士的話 最快應該是第4回戰才來使用啦 先以保險的隊伍來打打看 再來連擊 欸沒有 然後輪到我們的這個副子的話 對呀 應該扛得住吧 OK 所以再來 嗯 可以可以 至少普攻是穩定的 然後這 悟空啊 悟空開得到必殺就好 然後這邊的話 我看蝶攻為主好了 蝶防為主 安全起見 OK 殺戒 那麼聖狗哥 你不要直接把這個弗力炸給幹掉就好 我們有想要帶那個 隸屬的全力超市悟空出來的 可是想想一下 還是稍微放慢一點吧 不要打得那麼快 這個之後 之後才來嘗試用 哦 643 不愧是打回戰 我應該是兩邊都帶這個 納米悟空可能會更好吧 全力就是一路彗星一路爽 啊 真的是失誤 為了保險的關係啦 因為 納米悟空只有130%的隊長技有時候會蠻擔心 扛不住的 OK 23萬的防禦力應該OK吧 回血 超必殺 有 整體的防禦力也蠻高 安心啦 有減傷悟空 OK Nice 之後會讓悟飯走在3號位 應該是然後 變身悟空跟交替父子走在一起 這麼個樣子 想法是這個樣子啦 然後後續到底怎麼搞法 就再看情況而定 OK Kuriza 好 再來我們的這個 這個戰鬥夜非常的軟 好爽喔 我們第一第二關應該不會做到特別難啦 應該大概也就是 跟之前的Redodun差不多吧 要不然太難的話會死 會很痛苦啊 如果太難的話 這邊雖然說納米悟空是被剋輸啦 19萬的防禦力 應該OK吧 應該啦 不要搞事 Dang 真的是搞事 Yamete 37萬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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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全 全體攻擊 WOW 高曼爺 一第一輪就被請出來了 OKOKOK 等一下我們再重新來一遍 恩 重新來一遍 而且那個必殺威力 相當的威猛 同一隊 我想一下要不要同一隊先 有點打不過耶 要不然就 7周年隊好了啦 我組一個7周年隊過去跟他挑一挑好了 保險旗艦啦 OK 隊伍就換成現在大家看到的這麼個樣子啦 GT HERO MIX這個融合與合體戰士啦 再來多一次 等於上一輪真的是直接被請出去 太過 措手不及啦 完全就是被打到一個措手不及 突然間就掛掉了 哪裏 原本想說三四萬 誒 悟空扛得住 OK沒問題 結果後面再來 全體攻擊 沒有想到他是全體攻擊 真的是沒有想到啊 太過厄斃啦 哇官方 官方這一次是俩起來喔 真的是俩起來玩喔 不是搞笑啊 這個真的是 很痛 才這樣一開始就這樣子難搞 真的可以嗎官方 Are you serious 誒 悟空這邊800出萬啦 哇 衰啦 不愧是200%的隊長技 爽 OK 輕鬆扛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 670萬的 Begee打 那這次關卡老實說 雖然說剛才只打到第二關啦 誒 怎麼說呢 如果是 那個叫什麼啦 我想一下 有那個副子的話 哇 日版這邊有副子的話 其實還蠻好打 國際版的話 我看待器中 應該也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我相信 這邊就試試看一下 連擊 沒有連 我看見 我看見 就算是 在這次關卡老實說 那 troops 無論如何 Så ры 無論如何 在這次關卡老實說 不論如何 這次關卡老實說 來 進入engoku 無論如何 被欺負Frizzah 真的是啊 接著跟他講那麼晚了 最後被欺負回來我就好笑 我會被自己笑死了 這邊的話 讓好友去疊吧 讓好友去疊好了 然後這個就跟他換孫位分掉 有機會疊就疊 沒機會的話就算 OK 就是這個樣子啦 668萬 可以 接著就是這一邊啦 真是擔心他的全體攻擊啊 哈哈哈哈 那 這邊就直接過去了 應該是不需要考慮這麼多 直接上 反正有全屬性格鬥嗎 第一回登場 OK 必殺來了 Doya 6萬5 悟空 悟空反擊必殺 OK 好爽 好爽 判起 然後 欸 美濟大 明明你們都是中缺力 哈哈哈哈 麻呀 麻呀 反正是克屬嘛 被打也不痛 問題不大 嗨 又看 欸 送 再來連擊 應該後面的角色不會再有全體必殺了吧 還有的話會死 怪波黑公 記雙龍我看不要這麼早合體吧 因為下一輪他是可以合體的 不過應該是不要合體先 給他多一個回合的時間才來合吧 要不然你要打太久的話 後面沒辦法看破必殺反而更浪費 嗯嗯嗯嗯 暫時先這樣子 嗨 哇 這顆有夠硬咯 Priza 不愧是可以扛住布羅利半小時 欸 一個多小時的那個大王 扛打人力真的是夠猛 雖然說這個是他的早期形態啦 嗨 一把子 One ton kill 可以接著就第三個形態了嘛 喔呀 自屬啊 自屬啊 自屬有一點點的小八八 嗯 剩下三個形態直接變了啦 不管了 Fusionするとカカロット 突然想不定 我和你殺人 然後這邊的珠子 ok 所以 哦哦殼殺在前頭啊 嗯 這個樣子吧 不許要辯啊 硬敲就好了 開不到 給它疊一下 下一輪還來變 最後的話 OK 反正沒有必殺應該是扛得住 然後 彩星大佬扛必殺 而且是克蘇 我應該扛得住 17萬 痛 很痛 然後這是第幾回合 第四回合 第九 4 4 5 6 7 8 第八回合是看破必殺的最後一回合 這個注意一下 不然等下以為沒有必殺 爽爽氣開 沒有開道具 結果就被轟爆了 這要注意一下 這個第三星太的霏扎 它好像會繼承我們一般 它開了必殺之後加防的被動 那個普攻 那個必殺效果 它的防禦力 它的頭像那邊有顯示防禦力提升 不會吧 以後的關卡都這樣子搞嗎 這樣子會很頭痛 Yup Bee OK OK 所以再來 沒沒沒 哇 痛 好痛 欸 普攻 普攻會破防 雖然說是沒有到 沒有到賽魯MAX這麼誇張啦 但是 也是痛的 也是算痛的 不過這一輪沒有必殺過來 還行 然後這邊繼續疊一下攻防 下一輪就讓好友的超市雙人 做一個Fusion 直接幹爆對面 要打快要打快 這邊真的是要打快 不要Ban 有夠硬的 雖然說沒有到講難到一個不行的那種狀態 可是就 有讓人感到一點點的小一些 比起那個七週年剛開的兩個Raison來說 關卡的難度已經有到大概 第三第四關的那個難度了 目測啦 目前的體感 OK 這個樣子吧 OK 我們是 Super Saiyajin God 我們是 Super Saiyajin God 我們是 Super Saiyajin God 測上去做 Cakiro都 測上去做 那些心 他要聽到自己的口音 最有完美 不要 測上去 我不是孫悟空的Begita 我不是負責你 我不是負責你 大概這樣就好了 開得到 這邊我看保險起見 反正是倒數第四輪 Wiz開上來 反正這邊就以通關為主 所以就保命優先 老實說七週年的兩章 各自的連結不好 導致就比較難組在一起 沒有其他角色來幫忙補的話就麻煩 948萬 不愧是彩星大佬 前屬性效果發青 Action Break 才扣那麼一點點啊 必殺給Action Break掉了 這個兩回合應該是幹不完耶 麻煩喔 真的是麻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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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的話我看就 主動器先關掉好了 然後這樣子 悟空的話 因為下一輪好像是技術嘛 這邊就直接也用掉了 OK 然後悟空這樣應該是 超必殺 超必殺 超必殺有啦 沒有滿氣應該沒什麼太大的關氣 留一點給下一輪 OK 各自超必殺都有到 我自己的這一張疊了4次攻還是 疊了4次攻 800萬 嗯 這邊的話連接方面應該是比較好一點的啦 OKOK輸出面上也是很足夠的 可能防禦面上沒有這麼頂 哇那中確率我真的是頂5分啊 中確率的連擊真的是頂5分啊 沒有像那個技雙人的穩定 只要達到20連 20、27就必定連擊在這個樣子 像這樣要看 看薪水啦齁 有一點點的小小煩躁 OK 這邊的話就KO掉 超日雙人在反擊上面是很爽啦 可是就 然後 這樣子 嗯 這樣子就有一點小遺憾 欸 那 那 威斯 哈哈 多少 Koga 哇 哇 又是這個樣子 OK啦 又是因為氣力條不是很好 然後 竹子也不是很順 應該OK吧 這邊把它轟到七七八八 下一輪又轟到七七八八 轉回來這一邊的時候 主動技解決 欸 目前的想法是很簡單啊 哈哈 OK的 OK 終於來了 文針就是 卡咩哈咩哈 老實說七周年剛剛開始使用這個超市狗雞大的時候 它的連擊其實還蠻順的 可是來到現在那個高確率就沒有這麼順的感覺 不懂是我自己的問題還是怎樣 應該是我太衰小了 畢竟是 90%的彗星都可以打不出彗星的人 呀 這是很殘忍的 哈哈 藍真雙輪 暢神關牙 輸出不是太美麗啊 輸出不是太給力 OK 所以 好 這一個的話 是 全力佛嘛 那個 歷屬全力佛 這一次會極限這個 那張的必殺來的 沒有了 它的必殺動畫的感覺怪怪的 好 這邊的話 就 打了一個主動技唄 然後 殺 得到 會有多看物喔 這一輪 這一輪會有多看物 水啦 看能不能直接解決掉這一輪 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最好 不可以的話也沒關係 下一輪 超市狗雞大 一個 Ultra Big Bamboo 然後也是可以解決掉它 愛愛愛 Spark 被自己的那個 賞給卡到啦 808萬 行 死捏 Freeza 一個Bamboo Kamihamihau 1130萬 然後高雀力又是不發動 會讓人升天啊 這個真的是 超煩的那個高雀力 殺 怪波黑共 灰星一擊 沒有 沒有就沒有輸出 算了 第九回合啦 這邊 第九回合我們已經是不能看透必殺了 所以必殺到底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不過現在有一個Wisp其實還OK 然後我剛才其實可以看得到啦 這個最終的全力佛的必殺啦 是非常非常痛啦 打在克屬的 枝雙人身上啦 還有40%的Wisp的情況 還會打到20多萬的輸出 其實這邊大家都要蠻小心的 那個威力很大 不過威力再大這一輪我也要收掉它 殺 Ultra Big Bang Kamehameha 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 第一關的這個Frizzah的Rettozone 就不輕鬆的解決啦 一點都不輕鬆啦 帶著7周年來打 雖然說沒什麼壓力 但是可以感受到難度 那麼後續的關卡 我已經是可以意想到它的可怕啦 呀伯 我看布羅利 我覺得布羅利是低標了到時候 好 那麼這個第一關 最凶翼竹篇vsFrizzah 就靠著7周年來解決啦 然後剛才帶著的那個 痾 痾 之屬的悟空細腑 那個剛才悟空細腑 直接被轟爆了 OK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呀 またね